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收看 生命讲座 我们一个人这一生会碰到什么样的问题 我们人这一生有几个问题一定会碰到 第一个是生存的问题 就是要继续活下去 没有人希望我生下来以后就要死 都希望我寿命越长越好 可以一直活下去 可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这一生平安顺遂 没有人希望说我这一生又凄凉悲苦 没有人希望这一生很不顺遂 凄凉悲苦最后活不下去 那么如果我们不希望凄凉悲苦 很早就离开人世 那么怎么样来生存呢 那么第一个就是要维护自身的健康 就是要健康 让我们不要每天生病 每天很容易受伤 那么根据这个基因种图谱 召集人Klins 那么他在前几年所发表的报告 就说我们任何一个人这一生 都要经过五次的染色体循环 那么当我们二十四五岁的时候 原来出生时候的细胞全部改变 那么就进入第二个循环 到我们四十五到五十之间的时候 有第二次的改变 那么这样子经过到第五次 也就是说每一个人的平均寿命 都是在一百二十到一百二十五岁之间 那么你到了一百多岁 再生病了 也不要去查管了 也不要弃切了 也不要去急救了 这时候太痛苦 因为到了第五次 它已经自动衰败 没有循环 那么任何生物体 都是经过五次循环 只是它的长度不一而已 那么现在在医学界 尤其是各位看这个世界上 医学最发达的地方 由英格兰 就新英格兰地区 就是美国东北角那一带地方 那么他们的报告都告诉我们 医学界最近重要的研究是什么 就是研究疾病压缩理论 就是让我们一个人 没有到一百多岁以前 没有达到第五次循环期间 尽量不要生病 维持自己的健康 那么到了第五次循环以后 那么再生病的话 大概治不好了 那时候我们就不需要 那么痛苦地去抢救 这是第一个问题 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 避免身陷危险 那么很多人 他自己找着 他没有办法继续活下去 天灾有的时候 我们没有办法避免 但是人祸是我们自己所造成 应该可以逃离 那第三个就是 碰到紧急危难的时候 你要怎么办 你来不及准备 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 能够避免这种紧急的危险 这个也是我们需要 事先做好准备 我们知道我碰到紧急危难的时候 我要怎么样 你比如说 有地震来了 我们要怎么办 那么除掉 我们不要去注意住在 一个危险的房子里边 如果发现地震要怎么样躲藏 这个也是我们需要考虑的 那除掉我们不死 可以活下去生存问题解决了之后 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生活的问题 这个生活问题比生存问题更难 那我们身体很健康 但是我们不知道怎么活才很快乐 那么很多人到最后忧郁症 自杀了 有的时候家人甚至与父母兄弟都处不好 那么离婚的比例越来越高 离婚的比例越来越高 台湾的离婚率 在过去十年以前 差不多也有十年的时间 在全世界 属于最高那一级 比我们高的地方都是 只有大概只有三个 就是死亡 离婚率也特别高 人家夫妻都无法相处 那么很多人变成宅男 宅女 不知道怎么样跟朋友来往 人际关系不好 生活不能够美满 所以我们怎么样来学习 与他人共同生活 这是一件很严重的问题 所以你需要学会什么 解决生活上所面临的问题 第一个就要学会一般的礼仪 要知道怎么样跟旁人相处 要学会怎么样工作 你没有工作 就没有办法得到 生活所需要的资源 像今天在座的各位老师 那是因为我们具有一种能力 这种能力包含知识技能 怎么样把我们的知识和技能 贡献给旁人 来换取生活的资源 那么第三个就是 你要能够经营你的家庭 经营家庭也是不容易的事情 所以我们常常会说 哎呀这个家庭 他们很美满 所以让我们很羡慕 可是怎么样让你的家庭生活变成美满 这个是不容易的事情 应该去学 那么有的人到终生没有朋友 有的人自己也学识也很好 技能也不错 但是呢 他没有真正的朋友 我们看不出来他真正的朋友是谁 很多人呢地位很高 但是呢没有真正的朋友 同时我们也要明白 每一个人呢 这个生活问题上出现了很多情绪的问题 比如说 我自己不快乐 我很容易发脾气 然后呢 我很容易得罪人 所以怎么样来管理自己的情绪 那么你下班了之后做什么 那么很多人就去赌博啊 喝酒啊 其实这也不是很正当的事情 那么前几年 日本呢台湾呢和韩国 甚至于中国大陆香港 就流行说 哎呀我们去卡拉OK 各位只要认真地想一想 自从卡拉OK 发展让大家变成全民运动之后 我们就听不到美妙的声音了 如何丑陋的声音 我们都可以普遍地听到 你早上进了公园 哎呀都是很难听的声音 那么我们空闲的时候 甚至于我们退休了 那么这个疫情养性的能力也要有 有的人会欣赏鸟 有的人每天去种花 拾草 这个都是我们需要的 更重要的 大家一定要明白 而最不愿意听的就是 不管你是已婚未婚 到最后都是一个人独处 所以我们怎么样 从年轻的时候 就能够耐得起寂寞 当我只有一个人处 的时候 我也不觉得很寂寞 那么你要用什么方式 来学会独处 这个对一个人这一生 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就算是我们身体健康 生活美满 可是我们这样子人就够了吗 这一生就满足了吗 如果身体健康 生活美满 那你做一个宠物就好了 你看你养一只 马尔基斯小狗 他不是身体健康 生活美满吗 到了周末 我们还可以把他 送到这个宠物医院 或者宠物美容院 给他洗澡 装饰一下很漂亮 而且他大部分都住豪宅 抱在这个主人的手里 主人每天出去都带着他 今天我从台北坐高铁下来 坐我旁边的一位女士 就一直玩他的小狗 我本来很想要坐他 不必每天带着了 他装在一个小笼子里边 这个是不需要带的 你旁边的旅客 其实是内心里面很讨厌的 只是很有修养 没有说你而已 我们人生最后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要去追寻生命意义的问题 这我为什么要活 我这一生为什么要活下去 活下去 所以要能够发展自我的潜能 要实现人生的理想 要塑造一个独立的人格 当我们离开这个社会的时候 人家会想 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 这个人跟旁人不同 他令我们尊敬 被我们敬仰 要闯造一种有丰富意义的人生 我活过了 这个世界就要不同 如果我没有活的话 这世界上很多事没人做 这样子才让我们这一生没有白活 那么我们归纳起来 三个主要问题 第一个 健康地活下去 不会早死 不会遭遇危险 第二个 生活丰富而美满 人际关系良好 人生自己也过得愉快 最后还要对社会有贡献 让我们这一生没有白活 这是人生要有的问题 可是一个人活这一生 从出生到死亡 寿命越来越长 那我们台湾 在清朝末年 隔让给日本的时候 我们平均每一个人 寿命27岁 在1905年 日本人举办第一次 临时国事调查 那我们台湾人的平均寿命 28岁 也就是说 在110年前 我们的平均寿命 才只有28岁 日本离开台湾 我们活到40岁 现在呢 没有活到80的话 都是古来西 寿命越来越长 那我们 第一个 平均寿命延长 第二个是 不管是知识 还是技术 都是日新月异 我们年轻时候 学过的都改变了 各位只要想 我们小学的时候 所学到的东西 和今天都不一样 都不一样了 我们原来会用的东西 还今天可能已经没用了 我们原来有的技术 已经落伍了 我常常举一个例子 我是学数学出身 那么最重要的计算工具 我念小学的时候 是每天提一个算盘 我念到大学的时候 一年级 数学 诸算还是必修 那么当时 要想要找工作 最容易的就是会打算盘 诸算几级几段 我们都说 如果诸算好 就可以找到金饭碗 不过那个时代 因为就业机会很少 只有合作事和银行 才会找好 所以我们用几千小时 去练习打算盘 可是今天 算盘已经没用了 国外的朋友 常常来台湾跟我讲 帮我买一个算盘 当纪念品 做古董回家 现在买算盘也不容易了 最近有人造假算盘 就是新造的算盘 当古董来卖 前几天有两个 德国的朋友来台湾 不是我的朋友 是我太太的朋友 要买那个大算盘 上面两个子 下面五个子的算盘 他说我怎么买 到处找都找不到 他就看中我收藏的一个 我说这个绝对不能给你 这个我再也买不到了 那我到街上去买 有这么小的 上面两个子 是同做的 我买一个给他 他不要 这就告诉我们 以前我们依赖为生的 最基本的能力 今天被淘汰了 因为计算机比他快 包括我自己 原来的能力也没用 我念中学的时候 初中的时候 参加全国新算诸算比赛 我新算组第一名 可是今天连我太太都不相信 我头脑会算 他回家用计算机算 他出去买菜回来 他说买什么西瓜多少钱 什么黄瓜多少钱 扁豆多少钱 我马上回答他 975 他一句话都不讲 回到自己的厨房 用计算机算完了 回来跟我讲 你猜得蛮准的 我根本不用猜 我当初诸算也不会了 我只是心算快 假装摸那个算盘 我答案就出来了 可是今天这样的能力 是没用的 因为有计算机 最近我的秘书 他连计算机都不要 他就用他的手机 这样算算就好了 所以计算机只有我用 他不用了 这就告诉我们 知识技术 日行月异 所以以前会的东西都没用 我们常常鼓励一个人 要有一计之长 各位要记得 只有一计之长的人 早晚会被淘汰 那社会的需要也改变 以前需要的东西 和现在是不需要的 比如说在五十年前 你看报纸 这个求财的启示 都是招考中文打字员 就是不晓得各位 有没有看过中文打字机 现在如果看到的话 赶快买来当古董 就是这样子 找一个字 然后推一下打上去 当我们从研究所毕业的时候 中文打字机还是很有用的 我们还要花钱 请中文打字员 帮我的论文打出来 可是今天 电脑马上就好 用手机 它不摸也可以 这就告诉我们 社会需要不同了 今天不需要中文打字员 所以你会这种技术的人 已经变成没用的人 因为我们一个人 这一生几十年 不同阶段 所需要的东西也不一样 比如说我自己 真正的专业 我说出来 可能大家都觉得 你在讲什么 我们都听不懂 我的专业是 数理统计学里边的 小样本的预测理论 预测理论是很广泛的范围 那你专门什么 我专门的是 那个预测里边的外查法 我的论文 年轻的时候都写这种论文 所以才会变成 在本行里面有一个地位 才能够找到 旁人不会的工作 可是当我们年长以后 这个已经不需要了 那我从大学退休以后 我在刚开始教书的时候 也没有人开这种课 只好去教初等统计 高等统计 高等统计 高等维级分 可是现在我退休了 退休 从来没有一个人 请我讲于统计 与数学有关的东西 这需要不一样了 比如说我们这个静心长老 他叫我来这里 跟大家见面讲话 他跟我讲 给我讲一个新的人生观 新的教育观 我说不是我的专门 他说不管你专门不专门 反正讲给我大家听一听 不专门也好 讲不好也好 我说讲不好为什么好 讲不好可以提高 各位的自信心 好 就是告诉我们 你原来所有的知识 是没用的 各位现在做老师 所有的知识 十年以后没用了 因为课本已经改了 课本改变了 哪个党执政不晓得 都在改变 所以过去 我们人生叫做 两阶段式人生 什么叫两阶段式人生 两阶段人生就是 传统的社会 我们一个人 从小受教育 如果我们能力也好 环境也不错 又碰到那个时代 学校也不难进去 我们就从小学念中学 念大学念博士 那么最近几年呢 博士班找不到学生 你看这个台湾大学 去年呢 教育部核定他 招博士班学生 一千两百名 结果呢 六百人报名 六百人报名 只有五百人报到 所以 从去年开始 他们校务会议 就决定 取消 博士班入学考试 希望今年能够多招一点 那我去 我以前也是他学校里面的 博士学位 考试委员会的委员 那我就问说 台湾大学 招不到博士班 那其他学校不是更不容易吗 结果 恰好相反 他说 越不好的大学 越后段的大学 越容易遭到博士班 因为很容易就得到了 很容易就念了 他说台大要维持面子 所以总要让你念个六七年 所以 好了大学的博士班 是很难招生的 因为没有人愿意认真 用好几年的时间 来修这个学位 去念一个容易念的 一面工作 一面顺便提出一个论文 就通过了 我说这个是传统教育 可是现在啊 不需要你 从小学念到博士 然后去工作 一工作就不再学了 这就叫做两阶段式人生 现在啊 这个是未来的世界 需要的是 一阶段式人生 就是我们 小学的时候基础教育了 一直念念 一面念一面学 那么 毕业了以后呢 还继续学 这个叫做一阶段式人生 也就是现在所提倡的 终身教育 那么终身教育 就需要整个制度的改变 而不是像台湾这样的教改 这几天每天被中研研究院的 院士骂来骂去 说越改越烂 我们做中研研究院的 院士的程度 是看不懂你们台湾 到底教育怎么办的 各位做老师的 可能也很糊涂 到底怎么办比较好 所以很多年长的人 就怀念以前 一试定终身的一次联考就好 一次联考培养很多人才 那么中国 从古以来的科举制度 就是一次考试 而且还不是每年都考 所以就改变了 这个社会就要改变 改变成为一种 终身教育制 你学会基础了以后 你去工作 需要的时候去学就好 那么这个终身学习社会 它跟传统的两阶段式 社会有什么不同 它就有几个改变 第一个就是 我们学习的期间 不是年轻的时候 那个阶段 而是我们 有生之年这一生 我一生都要学 那么现在我退休了 已经年纪大了 那各位问有没有学 我可以跟各位讲 我很小的时候是吃不饱 所以无所谓学习不学习 就每天找东西吃就好 但是我开始念初中的时候 就明白 这一生都要努力学习 不仅仅仅功课要维持 知识要越来越广 我可以告诉各位 我从初中到昨天晚上为止 每天至少读书五小时 除非去福兵役 福兵役的时候 根本那个时代 不让我们代书 那是例外 或者是特殊的情况 大概也不可能 像今天就不可能 今天我在火车上看报纸 回去还是看报纸 回到台北 我要去参加另外一个会议 大概今天不可能 只要可能每天至少读五小时 各位一定会问 读五小时够吗 读五小时怎么够呢 天下的书那么多 即使我这样努力 一年也不过读几百本 可是我们台湾 一年出两万本 中国大陆一年出四万本新书 我说的还不是那种 没有意义的书 我们能够读的是非常有限的 终身学习 那么终身学习的社会 跟传统的社会有什么不同 第一个不同就是 这个学习个体 学习的人是全民 人人都应该学习 可是我们台湾呢 有一个错误观念 我们一说这个社会 什么不好 什么不对的时候 我们就说 国中国小的责任 好像只有国中国小的学生 才需要学习 这是非常错误的观念 第二个就是 学习过程是终身的 我一辈子都要学 人人都要学 很多人自己有地位了 就觉得他不需要学 你跟他建议什么事情 他说这个我已经知道了 我是觉得 我们一个人 人人都要学 地位越高 越应该学 我们做老师 就应该比学生 念书的时间多 做校长要比老师 更用功一点 你如果做教育局长 你要比那个校长 还要更 更多读一点东西 更应该学多一点 不过最应该学的是 国家的总统 因为你每一件事情 都决定我们 每一个人的命运 我们只剩未来的命运 所以地位越高的人 越应该学 我常常想到 这个彼得定律里面 有一句话 这句话 值得我们每一个人 认真的思考 彼得定律有一条说 我们每一个人 都很努力 希望我的职位 越来越高 地位越来越高 但是 大家要记得 最后 你会爬到一个 你能力所不及的位置 有的人做市长 还做得可以 可是 再上升 大概就不行 我们看到 我们以前的几个例子 没有例外 就学习也是 一生都要学 那学习组织 要普遍 这什么意思 学习组织 就是说 不是只有学校 当我们 出家了 去做一位法师 这时候我们 并不是因为 我是法师 就是教你们 不是这样子 要比我没有出家以前 更谦卑的学习 因为被称为师的人 就是要赋予丰富的知识 而且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 值得旁人 模仿 学习 所以我们更要谦卑学 学习机会要开放 将来这个学习的地方 不是像今天 你要先考试 你一定要具备高中毕业的资格 才能够考我的学校 我学校是六月考 七月考 九月入学 这个都是落后了 将来是任何一个人 想学的时候就去学 你随时都可以学 随时都可以进来 你学会了你就走 你可以离开 你再需要的时候 你再进来 这个就是要开放 开放的 大学是开放的 不是现在 七月考试 八月入学 不是这样子 学习资源是共享的 不会现在花几百亿 去买一个东西 一年只用两个小时 说这个资源是这么宝贵 我这个学校设备了以后 或者我这个研究机构 设备 构置了以后 需要的人都可以来学习 而不是 我台大要有这个设备 我成大也要有 我中央大学也要有 有那个设备 每天都用吗 一亿元两亿元的设备 每一个学年的上学期 开课两小时 用一次 这是浪费 我会这样讲 是因为我也主管过 一个学期只用两小时的 非常重要的设备 我觉得太浪费了 为什么不开放给大家来用呢 不需要大家都买 学习资源要大家享有 学习本体的主体性 就是谁来学 这一点要记得 学的人就叫学生 不管你今天的身份地位 那么你为什么要来学 因为你不会有问题 需要解答 所以我们就改变今天的教育观念 今天的教育观念是 我是教育部 我是教育局 我是校长 我是老师 那我认为这些东西重要 我就把它写成 写到课纲里面 然后呢 变成教材 教你 所以是 我认为重要的东西 我教给你 让你学会 然后用考试测验 来看你学会了没有 那我是主体 你们学生是课题 要改变这种观念 是因为你有问题 想要学会 所以我教你是帮你学会 我们学校的也要改变 学校过去是 教学者的老师 去把自己已经知道的 过去的知识 教给现在的学生 让现在的学生学会 去适应未来的生活 这个观念要转变 从教育的观念 转变为学习的观念 是学生有了问题 我们帮他学习 所以学校是 学习者的老师 恨学习者的学生 共同学习的地方 那各位一定会问 我们只是一个 中学小学的老师 我们怎么可能 去帮忙任何人 去解决他不知道的问题呢 因为我们是老师 我们的专业是 怎么样鼓励旁人 帮助旁人学习 我们专业就是 帮助旁人学习 我知道学习怎么样会 有效 怎么样迅速 怎么样会让人家学会 我知道怎么样去 鼓励人学 因为我以这个为专业 所以我掌控的资料比较多 你只要问我一个问题 你不会 我也不会 我去找资料比你快 这个就是学做老师的立场 应该有的能力 不是像过去那样 我认为重要的东西 我教给你 那些是过去的 教现在的学生 让学生去适应未来的生活 不过 最后还要讲 教育上最重要的事情 是学习者本身有责任 今天我们把一切的罪过 教不好 学不会 学生变坏 都推了给老师的身上 这是错误的问题 学习者本身要承担责任 我不努力 不认真 不谦卑的态度去学 我什么也学不会 所以学习者本身有责任 今天我们看 好像学习的人是没责任的 我学不好是你的责任 这是错误的观念 我们再来看 那么到底我们要学什么呢 一生都要学的东西 到底是什么呢 那么这个过去的学者 说我们要学习的东西 就是我们适应未来的生活 需要几种能力 哪几种能力呢 第一种叫学习能力 目前世界各国的学习联盟 大概都是这样主张 第一种要有学习能力 学业能力 学业能力是什么能力 学业能力就是 基本的 我读写算 这个我 贫穷的国家 环境不好 自己能力不足 至少 最基本的学习 读写算 我会 那么我稍近一点 我会学一些历史 他各种的知识 那我再高 再进一步 我学会一些专业的能力 我学经济 学物理学 电机工程 恨如何继续学习的能力 那我念完了 离开学校了 我还能够继续学习的能力 这是第一种能力 第二种能力的 我们把它叫做个人能力 什么叫个人能力 我知道 我怎么样来维持我的生活 处理我个人的事物 经营我的家庭 我到职场工作 我知道如何与朋友相处 我面对长官属下 我怎么样维持彼此能够 相互合作的一种关系 我知道我有什么优点 不过我更知道 我有什么能力上的限制 我的缺点 我对旁人的能力 旁人的道德 旁人的行为 知道欣赏 知道怎么样去赞美 旁人的缺点 我要学会能够容忍 我们用人的时候 知道用人的长处 而不是只看某一个人的缺点 这是我的个人能力 那么第三个 我还要学会公民能力 公民能力就是指 怎么样让我的能力 能够发挥出来 供给这个社会大众 让大家因为我的能力 而生活改善 而处境变好 我要使我这一个人 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学习的三个方面 那这三个方面呢 能不能够说得更具体一点 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他在1996年 发表内在的学习报告数 鼓励全球各国 提供他的人民终身学习的机会 同时也希望全球人民 能够善用终身学习的机会 那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他的总部在巴黎 总部在巴黎 我读书的时候 还常常去那个地方 那时候我们还是联合国会员国 不过我毕业以后就不是了 那么终身学习是 主要根据1980年代 法国的教育部长 这个波黑 他的报告书 修改而成 这个法国的教育部长 是非常了不起的 那么各位都晓得 现在有欧盟 很多国家组成的欧盟 这个欧盟啊 是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法国的教育部长 那个修盟 他呀 由建于德国法国呀 自古以来争战不已 希望两个国家能够和平相处 所以他就倡导 德法钢铁同盟 就是在德国和法国交界的那个北部地区 一个部分产煤 一个产铁 这个一定是 有铁的没煤 有煤的没有铁 所以一定要打仗 所以他就建议这个德法合作 后来呢 这个德法钢铁同盟成功 就扩大成为六国共同市场 就加入了荷兰比利时 卢尊堡和意大利 就加德法 六国 那么后来慢慢演变成为欧洲共同体 那么再扩大为现在的欧盟 那么这个Human呢 他在教育部长任满之后 他就去改为 他就去做这个法国的外交部长 那么后来这个Bohai 也是法国的教育部长 那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聘来在全球推动教育改革 各位只要看了 要立志做教育部长 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可以教育全球的人类 我每次想到像这样的教育部长 都很感动 就觉得 好希望我们国家也有一个人是这样 那么他说一个人终生都要学 到底学什么 第一个要学会认知 学会认知 认知这个图弄 跟这个学会知识是有差别的 我们知道日本的首都在东京 我们知道某一个条约在哪一年签订 这个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要知道 那是什么 那真正的事实是什么 你要这个叫认知 不是知识是越丰富越好 但是你要知道那是真的吗 是事实吗 我常常讲一句话 很多人都笑 我说呀 各位都花很多时间读历史 每一个时代不同的人 读的历史都不一样 所以历史它有一个特点 就是除了人名以外 事情多半是假的 你要想要知道那一个时代 到底人类它的情感如何 怎么生活 真实情况如何 要念小说 小说和历史的不同就是 历史人名是真的 事情是假的 小说是 事情是真的 人名是假的 那个伟大的著作 人名大部分都是假的 你要学会认知 知道什么事情是真是假 第二个呢 就要学会做事 那各位一定会想 哎呀我已经活了这么久 怎么不知道做事 我每天都做事 这个联合国希望你 要学会用 有系统的方法 有组织的方法 用节省资源的方法 要缩短过程的方法 去做 应该做的事 而不是把事情做好 把事情做好 但是那件事情你本来也不做也没关系 没有意义的事 你做好了也没用 那我们常常看到 很多没有意义的事都做好 但是它是白做的 其实不需要做那件事情 那什么叫有系统 有系统就是说 我先做什么 我后做什么 我哪一个部分要投入比较多的资源 花比较多的人力 哪个地方急我先做 哪个地方还我后做 我要有一个系统 第二个是要有组织 有组织包含两方面 一种是垂直组织 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话 就是上级决定要做的事情 到了下级呢 就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这就表示 上下都没有办法通达 那过去德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研究机构 他曾经研究说 为什么大部分国家的行政部门 上级有政策 下级有对策 不能够贯彻实施 他发现了 主要的原因呢 是由于 那个事情根本不能做 或者是根本做不到 所以只好做一个假的 或者是做的时候打个折扣 这是叫做垂直组织 这个还有平行组织 那我讲一个平行组织的例子 这是大概十年不到十年 大概八九年前 我那人呢 当时在东吴大学 监了一门课 那么他 坐公车去 那么下车的时候发现 他的皮把我被割开 钱和车票没有了 他就下车就跟那个公车司机讲 你载我到这附近的派出所 他就 很善意就载他到了派出所 那是终点 派出所说 这个不归我管 你 住在哪里 你户记在哪里 那个时候我是住在墓藏 我太太就讲我住在墓藏 那你要回去报案 那就 当天就没有办法报案 那么第二天早上 就到墓藏的警察奔局去报案 他说 你在哪里丢的 他说我在车上丢的 他说 大概在哪里 他说 不知道 要知道的话 我就不会下车 没票也没钱了 他说 那也不归我们管 要去找 你遗失的地方 后来我把这件事情 说给警政署听 说给行政院长听 现在是说 报案啊 不要回到本来的地方 在任何地方都应该可以 不过 前几天我看到 高雄和台南之间 发生一个 界限的地方 发生一个案子 他也是互相推托 这表示 同样的一个机构 平行的单位 也不能够协作 不知台湾救狗协会 邮政华波 滬名 台湾救狗协会 华波帐号 以任养代替购买 给浪浪一个温暖的家 杀戮森林 已是自己的勇敢 源自古代资讯不足 透过杀戮 来抑制心中对森林 未知的恐惧 然而在资讯普及的现代 人们对动物的误解 和未知逐渐解开 动物的可爱 动物们彼此之间的互助 乃至助人的事件 屡见不鲜 就有以杀身为娱乐 既飞 甚至食其血肉 在资讯透明的现代 有如未开化文明的习俗和迷思 不再受到那么多的支持与认同 过往七五动物的传统 像是西班牙古代 以斗牛的血来娱乐观众 台湾的神明诞成的赛神猪 不断强行灌食 使他们终身不得翻身行咒 咽喉的痛楚下惊慌的死去 再像是丹麦的猎金传统 日本的狩猎海豚 树骚鱼船 将鲸豚赶至海滩 岛民群涌而上 大肆杀戮 血染海水 并以此为庆殿 集体伤害生灵的传统除了以上暴行 近来受国际争议的玉林狗肉节 也不断冲击着不同国家对于什么动物应该受到保护 以及什么动物可以施暴的定义与准则 以上都是在过往知识未开化 资讯封闭的古代所沿袭下来的传统旧规 其中的矛盾与非理性在资讯普及的现代预见分明 就归承袭以传统知名暴力商戮知识的文化 复经令人疑惑其价值和意义 随着时代的前进 不少地方开始禁止斗牛 赛神猪和杀精 卖狗肉也受到越来越多人的踏法 杀生和戏虐生命的行为 在现代越来越被归纳在守旧落后的化外之名 备受议论和抵制 而这时同时意味着人类文明已与时并进 加足于弱者的暴行与不理性 将逐一从觉醒的时代中退去 共同迎向一个万物和平平等的新时代 善的力量需要您的参与 生命验尸与您一起用行动挽回时代的迷思 用慈悲缔造和平新世界 生命电视 一个完全公益免费的佛教卫星频道 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育 亲 Shout нем机密iği parents of God 《I I O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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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DD있一点. 要助有钱 身心忧苦 重病缩脑 有的这些成名 念诵 归敬 供养 必将不是抹杀者 一切皆得身心难闻 重病出狱 随其所愿 难知生天 灭盘之道 佛说 地藏坡的功力 甚深 广大 要是一切纵身 有忧愁 有苦恼 或者有病 一切烦恼的事 灾害的事 在这种情况之下 能够念地藏坡的圣号 念地藏坡的圣号 要你有自心 自诚恳切的心 成念 乃至礼拜供养 那么你的身心 得到难闻了 病毒也除了 灾难也就消失了 上师母讲 也是讲 让一切的求菩萨的时候 有自心 和你呀 有很多苦难 耐不能相遇 愿不能别离 愿当别离 但是又争 又会 离不开 苦难很多了 这个心有病 但是啊 你要是成官司名号的时候 成地藏坡的名号的时候 成地藏坡的名号的时候 有自心 怎么经常讲 拜占讲一心啊 一心嘛 也是自心的含义了 一心就是自心 但是地藏坡的时候 说的自心呢 不疼 不仅仅是一心就是义 不过在这个 《十论经》没说 《斩查散》的《夜报经》说 自心嘛 有两种 第一种自心呢 就是学习 学习 学习 发心的自心 学习 学习 发愿 求愿 愿地藏坡的加策 这叫 求愿的自心 嗯 嗯 这个很好懂 我想求什么 我有病苦 求地藏坡的加策 但是你要达到一心 这是出发愿的自心 这个自心呢 把你那个妄念 收拾来 专精 就专心地 注重这一件事 要荣猛精进 这是第一种自心 第二种自心呢 奢依 专精 把你一时啊 收拾到一处 成就了 荣猛相应 相应就是你的心啊 跟帝章谱子心啊 合在一起 这叫相应自心 求愿自心跟相应自心 相应的自心 分三种 第二种分三种 第一个 细想不乱 你想啊 只有一个面 只想一件 没有别的 检测一心 还不够 达到什么呢 荣猛 钻求 不懈 不顾是生命 就是 什么都不要了那样 绝对专心 中文字幕 中文字幕 谢谢大家